你看前一段打杂那一段 他比阿尔玛那店给砸了 那店主出来说别店兄弟 说我这不是日本的 我这意得利的 对也是法西斯国家 实际上他也是本身对就这种店 都是你们有钱人去 他这个仇富这种心理 就是在你比如在香港 可能他是尊敬财富 他就是一生出来 就是说我不是林建月 人家林建月一生出来 生在那么一地儿 对含着金药 他是觉得我不行 我比希姐什么的迎头赶上 咱们这不是 咱们这是他就开始恨林建月 所以他这种心理 你可左右不了 所以我觉得再搞文化大革命的 可能性特别大 我始终认为再来一次 特别大 而且再来文化大革命 可不是像过去的时候 给你挂一牌子 拘着你逗你 这次我一定把你弄死 我让你翻案 我让你翻不了案 而且我觉得对现在的 很多人来说 再有文化大革命 他是有快感的 他在 何感是非一家产 那个时候的快感是无意识的 现在的快感就是有意识的 所以那个游行的时候 警察打短几个小时就成那样 要打短几个礼拜的话 如果还有点鼓励的话 但是怎么来看待中国老百姓 这种平等的 特别要平等的要求 这是学术界也很多讨论的 有的说呢 是我们坏了社会的规矩了 从古至今社会是有规矩的 是有不同阶层的 有不同发展的 人人都归自己的本分的 所以呢 这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把这个规矩彻底破坏了 使得每个人都有一个幻觉 是平等的 所以以后要重建这个规矩 就非常难了 但是另一派的说法就是说 我们经过了这个革命以后 使得中国的劳工阶级 有特别强的民主要求 这正是我们现在 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 我们中国的打工的人呢 他不甘于为人打工 他很快就想做老板 就想就像刚才讲的 这个这一层东西 是有恶的东西 但是不是他在整体上 如果弄得好 也会有善的结果呢 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大问题 中国老百姓特别要平等 特别受不了不平等 我觉得我会看到那么一天 我不断的现在 在各种饭局上吓唬他们 吓唬有钱的 吓唬有名的 平生财富那天 这个说你们就等着吧 你看看 这是抗日 再过两天 如果没管 就转成抗富 没错 是吧 然后就冲到你们别墅区里头 把你们家砸了 把你们东西拿走了 然后我吓唬他们 我说你们 你们开好车的这些 你们一定要准备两辆小面 桑塔纳 到出现那事 你跑的时候 往首都机长跑的时候 你也开桑塔纳 大奔全给你揪了 还真是 你不可以 我不可以 到 gir了 你这些 我可以